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7回 一丝淡淡的笑意 半天之后 圣导某间进至森严的密室之内 韩丽双膝盘坐在一块铺团上 眼前一件乳黄色的光团轻轻的悬浮空中 里面隐隐约约有一只拳头大的淡黄色的葫芦 此物赫然呢 是韩丽从七灵密葬当中得到的三件最顶级的宝中的一只 另外的那一柄青色谷歌被其送给了银月 最后一件顶级宝物则是那艘莫灵圣舟呢 其中青色谷歌 是将一片不知名的玄天之宝碎片融入其中 具有数种诡异至极的金木属性大威能啊 而莫灵圣舟不但说体积庞大 顿素惊人 更是具有撕裂虚空的莫大神通 与其在魔界排名前三的飞行至宝的名头相比 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唯有说这件黄色葫芦 不知道到底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的 不但说天生就具有吸纳神念之类的能力 葫芦嘴出盖子 更是死死的长在葫芦上一般 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法子打开 哈利一时之间竟然没有办法探查出里面 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更加没有办法知道此宝的真正用途 不过当他用手抓住葫芦上半部 轻轻的摇晃不定的时候 就从里边呢 传出了轰隆的巨响 可见里面装着的东西 十有八九应该非同一般 此葫芦如此的神秘 自然引起了韩利的好奇之心 他在魔界得到此物的时候 干脆的将其一下子吞入腹中 日夜用真元之力加以炼化 这么多天过去了 到了今天 此宝终于被其炼化了大半 应该能够将其真正开启了 韩利目中金光闪动的盯着葫芦一会儿过后 单手一掐掘 十根手指瞬间连踏而出 呼呼之声大作呀 密密麻麻的五色符文击视而出 一闪击视过后 就纷纷的摸入葫芦中 不见了踪迹 嗨 韩利口中一声低喝 一手截出某个古怪之敌的法印出来 接着背后金光一闪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浮影 立刻就浮现而出了 眉宇之间更是一团黑气 一涌而现 在一年之后 一颗漆黑的法木幻化而出 此法木中黑光狂闪过后 破空之声一响 一根漆黑金丝从墓中击视而出 围着葫芦口中一个缠绕 整只葫芦一个颤抖 盖子凭空 从顶部是咕噜噜噜的滚落而向 轰鸣之声大作呀 点点黄光从中狂涌而出 今天一下子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土黄色的沙粒 这些沙粒啊 每颗都经营异常 一意约约又丝丝的黄气缭绕其上 如此多的数量一同涌现之下 化为了一团胀许的土黄色的沙雾 悬浮高空当中 毫不其耳的样子 韩丽呢 先是流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但是神面 网黄色沙舞当中一嗓过后 一下子就换成了吃惊之色 猎煞金刚杀 竟然是这种宝物 还被重新精心的炼制过了一番 似乎和这葫芦彻底的融为立体 这也亏得那位七灵老祖 能够搜集到正般多的此奇物啊 韩丽喃喃说道 忍不住 一手冲黄色沙雾虚空一把抓去 吱吱吱声大响 一股无形的犀利 瞬间冲黄色沙雾一卷而去 轰的一声 黄色沙雾当中点点的金光一闪而现 每颗沙力滴滴滴一转 经汇聚成了一颗晶莹的沙球 并瞬间变得其重无比起来 沙雾在沙球一泻而出之后 一下子变得更重了 经纸是挪移了一小段距离之后 又硬生生的停在了原处 哈利见此呢 不仅有几分动容了 他刚才那一抓 虽然连肉身十分之一的神力都没有施展出来 但是威力之大 哪怕是合体七等皆存在 也不敢硬切封毫的 如今呢却奈何不了区区的一颗沙球 可见这猎沙金刚沙的诡异之处了 作为一些上古典籍中了解到这罕见材料的含脸 却知道此沙最厉害之处还不在这个上面 而在另外两种恐怖的大威能之上呢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不过此物呢 也只有在我的手中才能发挥出十二成的神通出来 换了另外一个人 哪怕是那位麒麟圣祖 恐怕连一半的威能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呀 哈利的嘴角呢 泛起了一丝笑容 一把将那葫芦凭空射到了手中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抬起手中之物 冲远处的沙物一晃 扑吱一声 沙球一下子自行溃散而开 重新淹没进了滚滚的沙物中 而沙物一个模糊 就幻化成了一条巨型黄蟒 扑下了葫芦 当黄在在葫芦里面一声轰鸣 就将黄蟒一吸而入 同时顶部的霞光一阵缭绕 原本掉落的盖子竟然不知怎么的 重新出现在了上面 变得和原先的一般无二 袖子一抖金光一个卷动过后 手中的葫芦就此不见了踪迹 而收了宝之后的寒力 则在密室当中开始静静的闭目调息起来 一个时辰过后 当他再次双目一睁之后 手腕一抖 一只漆黑圆环无声飞逝而出 哈利口中默念几声咒语 手指呢 冲此圆环连点几下 金色霞光 黄闪之下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从圆环当中一喷而出 一个闪动过后 静静的悬浮在低空处 不动了 竟然是一个表面 遍布鲜细紫纹 颜色乌黑的虫卵 足有吸过一般大小体积颇为巨大 哈利望着巨蓝 这眉头微微一皱 单手冲起微微一招 并将此物凭空射到了近前处 五指一分 一手就按在了黑色虫卵上 然后双目一灭嘴巴 微动不已 似乎呢 才用某种秘术探测什么 片刻过后 哈利神色一动 流露出了惊喜交加的表情 只差一点就可以破壳而出了 也罢 我助其一臂之力吧 话音刚落 哈利猛吸力口气 顿时按在虫卵上的五指金光大声 一股庞大至极的真元之力 滚滚涌出 飞快地注入其中 原本毫不齐眼的虫卵 表面子纹晶莹发亮 同时呢 体积忽大忽小 仗缩不定 轻刻之间的功夫过后 砰砰的心跳之声 先从虫卵当中 开始传了出来 游小变大 一声接一声 渐渐的清晰异常 哈利目光闪动 手掌当中狂涌而出的精纯真元 绝口泄红一般 丝毫不见停歇 足足一个时辰过后 黑色的虫卵在狂闪当中 一下子寸寸碎裂而开 同时呢 一道金光从中击尸而出 一个模糊过后 一个三寸高的紫金小人 在高处 一下子现身而出了 这个小人啊 手足俱全 双目晶莹如玉 偏偏的须发嘴鼻全无 脸上隐约只能看到 一片金蒙蒙的霞光而已 哈 这就是传闻中的 誓金虫王 哈利看着紫金小人 神色都不禁有些怪异起来 但是下一刻呢 紫金小人 原本呆着的目光 微微移动 竟然一下子 看下了哈利 几乎同一时间 哈利感觉到 脖颈处两侧一凉 两道持续长的金光 丝毫征兆没有的闪现而出 并往中间 猛然一脚而来 哈利的脸色一变 但是整个身躯 一个模糊之下 就仿佛鬼魅一般的 从原处消失了 两道金光一个胶织 顿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从空荡荡处一闪而过 再一个恍惚 一散消失了 拨动一起 哈利的身形出现在了 密室的另一个角落处 但刚一现身而出的他 却一脸的吃惊之色 忽然一只手掌一动 往脖颈上摸了一把 结果看似光滑异常的脖颈两侧 竟然各自有一道血线浮出 虽然说浅淡异常 但是仿佛被历人一散而过的样子 以哈利的肉身强横 竟然会这么轻易的就被伤及到 这可真是一件大出预料的事情 哈利心中大脸的 目光再一扫向不远处的紫金小人 神情不觉有几分凝重 并且突然一张口竟咬破了舌尖 喷出了一团精血 同时一根手指飞快的须点而出 那一团精血 第六转一转过后 竟然贫空幻化成了一个不知名的血色符文 被含了一催之下 就贫空狂胀到了斗般大小 并开始了忽暗忽明的黄闪不定起来 与此同时 此间小人却身躯一阵之后 眉宇之间浮现了一个斗粒大小的同样的符文 这一闪即逝 没入其头颅当中不见了踪迹了 含了一声低贺 此间小人身躯一躬 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仿佛在遭受某种剧烈直接的痛苦 但是下一刻呢 小人忽然身子再猛来一直 十根手指冲含吕虑空一滑 直到杖许长的耀眼见光 一下子就在含吕身前浮现而出 并闪电一般的一阵而下 剑光尚未真的触及含吕身躯 一股股丝然的寒气 就先一步一步的一卷而下 后体灵光竟丝毫没有办法阻挡 即使说以含吕现在的修为 一接触这股寒意 也勤不自禁的鸡鸡鸡的打了个冷战 身躯四肢一下子变得迟缓无比了起来 眼见十道其量的剑光 一个交织而下 就要将含吕硬生生的斩成十几节 却忽然一声猛哼响起 此间小人一听此哼声 顿时直接投入一下子 被锯锤重击般的猛然一声嗡响 升起一个亮相之后 就差点从空中坠落而下 十道刺目的剑光受此影响之下 不知一案散乱无章 含吕硬却趁此机会身躯只是一鸟 就化为了一道雷电 从剑光当中脱身而出 不慌不忙地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另一个地方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那枚陡大的血色符纹 也已经化为了一盘血光 直奔含吕硬移射而至 含硬双目猪然一亮 眉宇之间突然无数根神殿惊词移射而出 并全都一闪没入到了近前处的血色符纹当中 原本闪动的符纹顿时为之一鸟 竟然硬生生的一动不动了 这个时候紫金小人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利至极的叫声 接着咕咚一声过后直接的翻身栽倒了 紫金小人经就此陷入到了昏迷当中 一时没有办法苏醒过来 寒历眉宇之间金光一闪 黑色的法木这才一散消失 并脸带一丝异色的扫了地面上的紫金小儿一眼 轻吐了一口气 早就知道这小东西进化到了虫王之后 原先所下的禁制肯定不太好用了 幸亏那三只准虫王在互相吞噬前 就被我另行仲向了其他后手 否则的话 想要遮住这头进阶后的虫王 还真的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呢 不过为了保险 看来现在只有再用秘术重新计略一番了 航里喃喃的说完 一只袖子立刻一抖 上百个密密麻麻的番旗一起飞出 狂闪之下 竟然在密室当中形成了一个树丈大的法阵 法阵中心处赫然正是那昏迷不醒的 此今小人 韩丽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一边手中的树道法绝接连打出 拳头一闪即逝的没入到法阵当中 祸祸底身过后 法阵死中一下子喷出了无数道五色细丝 飞快的往中心一缠绕之下 就将此今小人困住了个严严实实的 接着韩丽在一张口 又有树团精血一棚而出 丢溜溜的一转 化为了血纹 向此今小人积视而去 与此同时呢 整座法阵 嗡名之声大响 阵阵光焰是狂涌而现 也向中心处一举而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密室大门一打而开 韩丽面带一丝微笑的 从里面走了出来 显然呢 这番纪恋 那头是金虫王 应该是十分的成功的 一个月后 西灵子和白果尔辞别了 韩丽踏上了前往蛮荒世界 游历之旅 又过了十几天之后 韩丽带着一月和猪果尔二人 也离开了圣岛 并乘坐莫临圣州 一路往妖族领地 急驰而去 转眼之间呢 大半个月过去了 莫临圣州一路之上 碰到的一些妖族 自然不少 但是这些妖族 无论是等级高低 远远的看到了 莫临圣州小山一般庞大的生区 和那甲板上站着的那些 气息惊人的魔精魁梅 自然大静能逃多远 就逃多远去了 可不久之后 哈里列所非洲 在经过了一天内海上空的时候 还是惊动了一名 在海中深处静修的 不知名的妖修 这名妖修 大概有合体出气的修为 他们从八亿年前 将洞府迁居在此地 并将其他几个不弱的妖族族群呢 强行赶走之后 就将这一片资源颇为丰富的内海 施为自己的领地了 此妖虽然说脾气一向是暴躁异常 可是实力在妖族当中算是极高的 再加上拥有受天不凡的宝物 所以就算是不多的 其他同届的妖族 也大多不敢招惹她 故而这万余年来 无论哪一妖族要在此海活动 大多都要先和她打一声招呼才可以 但是这一天 这名妖修啊 正在海底洞府的密室当中 炼之一炉 对其极其重要的丹药的时候 忽然密室外 一阵报警的金鸣传了过来 此妖不提防之下 心神受扰啊 心中一惊 手中所持的一柄玉扇 在催动的青色的妖艳 不觉大了三分 哄的一声 其身前一座 树齿高的白金玉顶 狂闪了几下 顿时一股焦糊的味道 传了出来 这名合体妻的妖修剑子 顿时一声暴怒的嘀吼啊 脸上猙獰之色 接连树变 连密室外的报警法阵 都不去仔细看一下 就袖子一抖 化为一道白光 顿出了密室 直奔海面之上 积舍而去了 那一炉丹药的材料呢 十分的珍惜 是此妖花费了弱大的力气 这才好不容易搜集一次炼制所用 现在就这么毁掉了 让其痛惜之余 自然将心中的一股怒气 直接放到了造成此事的罪魁祸首上 他虽然说 没有见到触动海面报警禁止之人 可是心中啊 却早已经凶狠狠的想到 这些人 若是有什么来头和背景的还好 只要是能够赔偿我的损失 那我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哼 若是没有的话 说不得就要将对方策骨扬灰 一报这一炉丹药之仇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498回 《还人修仙传》第1498回 这一名妖修啊 身为水族之身 水盾之术那是奇快无比啊 只是几个闪动 就脚踩一条青色的水莽到了海面处 并在一出水面的瞬间 掀一声暴怒的大鹤出口 哪里来的小辈 竟然敢搅了你家花石老祖的好事 快快给我束手就擒 听后你家老祖发落 啊 你们是 这名身披半身鱼鳞之甲的优秀 财河族下的青蟒一出现在高空当中 抬头朝前方恶狠狠的一扫刹那之间 这傻眼的呀 直见在其所在位置更高的数百丈的高空处 一艘山岳般巨大的黑色巨舟 正从远处缓缓地飞行而来 而在巨舟上密密麻麻站立的傀儡甲氏 更是让他一阵的心惊肉跳 这些傀儡当中 赫然几句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似乎还在他之上 此有后半截到了嗓子眼的狠话 顿时咕咚一声 重新咽了下去 这误会误会啊 花某认错人了 不敢打扰周围的行程 在下这就先退下了 四妖的反应也不算慢 眼珠子飞快地转了两下之后 顿时换成了满脸笑容 呸笑地说 同时足下青色巨蟒一动 就带着他向下方的海面 无声地退去了 慢着 原来你就是那位花石老祖 很好啊 我们正想找一名熟悉此区域的地头蛇 你啊 就暂时留下来吧 声音悦耳动听 赫然是音乐的嗓音 话音刚落 黑色巨洲上波动一起 四名气息丝毫不亚于水族妖秀的傀儡 水族空拳 腾空而起直奔的腰一飞而来 花石老祖见此脸色大变 单足一彩青色的巨蟒 潮不犹豫地画不立腾白光 向下射去 与此同时呢 他还一口气放出了数件护身法宝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四名魔精傀儡却一声长叫 八只手掌同时冲花石老祖虚空一按 扑扑几声爆裂声传来 优秀的几件护身法宝 在滚滚无形距离之下 竟纷纷地化为点点荧光碎裂而开 这位花石老祖和那条青马 则在四周空气一紧之下 顿时身躯一沉 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直接被硬生生地困在了半空当中 花石老祖的脸色变得煞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四名傀儡一飞过来 其中一具傀儡手臂一动 就将其和青莽同时一起在手 最转身一起往来谁的黑色巨舟飞去了 片刻的功夫过后 在魔灵圣州的最高一层的大厅当中 他终于见到了坐在主人椅子上的函力 朱古尔和银月自然站在了旁边 扑通一声 傀儡五指一松就将花石老祖和青莽 重重地丢在了甲板上 面无表情地退出了大厅 花石老祖虽然身躯一时之间恢复了自由 但是体内真圆 却不知被那些傀儡动了什么手脚 浑身的法力竟一下子凝制不灵起来 再加上银月气息比其还要强吧 行列的灵阳更是若有若无 给其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怖的感觉 如此一来 这位水族妖羞虽然说满心的惊怒 也不敢再有任何反抗的举动 反而苦笑了一声 冲韩丽身试一礼 老实地说道 呃 盖下花石拜见了几位道友 不知诸位将在下居来 可有什么效劳的地方吗 哈利打量了这位合体器的夭壽极眼 脸上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 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开口回答什么 倒是一旁的银月 眸光流转之后 轻笑地问道 哼 你现在倒是挺识趣的呀 一开始的时候 为何不听我们之言 反而想要跑掉啊 哎呀 这个 倒有取笑的 花某刚才那只是 下意识的一种自保而已啊 毕竟诸位看起来极其的强大 在下次还要赶紧退让的呀 是不是啊 花石老祖有些尴尬 冲韵目光不时地 偷偷地看上哈利几眼 一副极其小心的模样 哼 隔下 刚才一露面时的气势 可没看出哪一些 只是自保而已 莫不是 倒有原本就是想找我等的麻烦来了吗 银月哼了一声 脸孔默然一板 声音一下子 变得奇冷无比 在下可绝对没有丝毫 针对几位的意思呀 这 只是一时糊涂 误以为诸位道友是路过的一些小辈 这才会有些肆意忘形 实在是得罪 得罪了 花石老祖一下子变得汗流侠背 慌忙地解释了起来 银月咯咯一笑 不再继续说了 一直在椅子上蹲坐的行李 这才淡淡地开口说道 我不管你原先是何打算的 咱既然说敢挑衅在先 现在就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 那才可能放你离开 否则的话 一番重重的惩戒 自然是免不了的吧 花石老祖一听这话 心中是暗暗叫恐 可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口中半个步子都不敢出口了 只能强大精神 勉强一笑 几位放心 无论诸位想让花某做什么事情 只要说在下能够做到 我一定会接近所能的 但不知到底是何事情啊 行了 你不用担心 让你做的事情嘛 很简单 只是帮我找一处地方而已 听说这里似乎有一处 上古时候就遗留下来的残缺的祭坛 但是似乎会自行移动 飘忽不定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杭丽当然一笑 哎呀 原来阁下是来找那座 私南四方谈的呀 这个花某还真的就知道一些的 不过呢 要找到这个东西 大半又搞一些运气呀 在下能做的 也就只是带诸位 去几个祠祭坛经常出现的地方而已 花石老祖闻听此言 心中一松 连忙回答道 那好吧 你就先带我们去这几处地方看看吧 韩利不加思索的说道 一旁的猪果尔听闻这番话 也不如这双目一下子亮了起来 黑色巨舟 在海面上停留了片刻过后 就发出了一声轰鸣 再次破空 飞顿而走 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 两个月后 一片生满参天巨树的森林上空 魔灵圣州的庞大的身影一闪浮现而出 在巨州前端的甲板之上 韩利带着银月和猪果尔 均都出现在了那里 花石老祖这位合体鸡的妖修 则一脸恭敬地站在三人身后 略远一些的地方 到了此时 这位高阶妖族已经知道了 韩利人族新晋大成老祖的身份 在一番大惊之鱼 原先心中的一点小心思 自然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他这段时间内 这老老实实地带着韩利等人 走遍了附近区域的大半地方 更一连去了树处那座上古祭坛出没的地方 但是可惜啊 至今为止 韩利等人呢 还是一一扑空 并没有找到这祭坛所在 这里就是你说的下一个地方啊 韩利头也不回地问道 是的前辈 这片密云凶林 即使在我们幽族那也是名气不小啊 有化身以下绝地之称啊 除了练习以上存在 进入此中可以勉强自保之外 修为低一些的人进入此地 那十有八九会丢掉性命的 因为这密云凶林当中 不但有些天然陷阱是凶恶异常 还有一些 以未开灵质的妖兽 极其强大呀 更有几种特有的毒虫 难以招惹 当然了这一切 对前辈这样的存在来说 自然是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啊 花石老祖答应礼生之后 恭敬的姐 那座斯南四方谈真的在这里出现过吗 杭丽点了点头 看不出表情的又问道 回禀前辈 在下方的这片沼泽中心处 曾经有些道友远远的 见过那上古祭坛几次 不过这祭坛本身已经残缺 除了表面一些上古符文 对一些镇法师 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之外 这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那顾文呢 倒也没有什么人真的过去仔细的看过呀 哼 既然这样我们下去吧 我有一种预感 祭坛十有八九啊 应该就在这里 寒厉黑黑一笑 旁边的诸果尔和银悦文听此言都是大喜过望 于是几个人呢 当即从巨州上飘落而下 直往下方密林当中的一片广大的沼泽一飞而去 这沼泽上空 笼罩着一层淡绿色的毒物器 脸须以下的修饰 除非说有一保护身 否则的话 绝无法在里面待上太久的 再加上雾气中 生有一种类似马黄的细小的毒虫 一旦不查被侵入体内 想要驱逐物 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 故而对一般的妖羞来说 的确算是凶险万分之地 但这一切对于寒厉来说 却犹如平地般视若无睹 其体表呢 只是树团银燕 一声呼啸飞出之后 阵阵热浪 顿时向四面八方狂决而去 竟将方圆母许之内的毒物 全都扫荡一空 那些毒虫之类的存在 更是在青客之间 被银燕焚烧一空 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韩丽几人半步 偶尔出现了几头 不知好歹的妖兽 韩丽呢 也根本不用出手 就被银月一人 轻易地斩杀掉了 没有多久的功夫 一行人就来到了沼泽一处 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当中 韩丽骤然目光一亮 隔着树里之远一眼 就看到了一座高约百丈的古朴的祭坛 悬浮在一片水空之上 找到了 花池 你留在这里就行了 我们先过去吧 韩丽面落一丝笑容 吩咐道 花神老祖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急忙躬身答应礼生 而银月和朱古尔 则兴致冲冲地 跟着韩丽直奔的高大的祭坛而去 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几个人就同时地出现在了祭坛进前处 韩丽身形一顿 他抬头仔细地打亮着眼前的高大建筑机眼 只见这祭坛呈四棱状 由上往下分成三层 表面遍布着一些不知名的上古文字 但是大半的都被一层淡绿色的青苔所覆盖着 而且祭坛四角均都塌陷缺少 一副年代异常久远的样子 果然不错 的确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思南古坛 按照宝花之言 只要在特定的时间 在这上面用秘术来激发 来测算其所说的那几个空间坐标 就可以寻找到那小灵界的入口了 果然啊 你是小灵界出生之人 神魂中天生就带有此界的一些气息 一会儿呢 还要借你一丝神念一用 如此的话 这所测的位置才可能更加的精确一份呢 杭力回头从一旁的朱果尔说道 是 晚辈一定尽力辅助 朱果尔为言急忙答应一声 从他欣喜异常的表情来看 显然的也对能够重新回到小灵界是极为期待的 一旁的音乐则含笑不语了 杭力将南宫网可能在小灵界的事情 倒并没有隐瞒这位红颜知己 早就告知呢 以银月此时的心境 自然不会有一般凡臣女子嫉妒等想法 反而欣然的呢 愿意跟他一同去小灵界寻找南宫网回来 而杭力虽然自信 宝花不可能在此事上哄骗自己 但是这种借助上古祭坛来测算其他界面入口的事情 还真是第一次去做 在施法过程当中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测算结果会有多大的误差 这都是不好说的事情 故而含泪看似表面平静 但是事到临头呢 心中还是不由自主的有一丝凝重呢 要不是近了宝花所说 用这种上古祭坛来测算 小灵界位置需要特定的时间和时辰才可 他早就开始着手此事了 哪儿还会等到今天呢 好嘞看着眼前的祭坛 心中的一些念头飞快地转动着 大秀默然一抖 一片金光往旁边一卷 就将自己和猪鬼同时一包不见了 下一刻祭坛最高层处波动一起 两个人就同时出现在了那里 音乐却仍然留在了祭坛最下方 只是抬头呢凝望着韩丽的一举一动 面带一丝关切之色 韩丽目光四下一扫 祭坛上面空荡荡一片 竟然任何物价都没有 不过当他的目光往地上一扫之后 就立刻看到了一个四周边缘 标有一些刻度标记的圆形的文阵 整个文阵呢 足有十余端大小 几乎遍布了祭坛顶层的每一处地方 但是一些角落处的符纹 却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看起来是极为的模糊不清 韩丽神色动了一动 没有流露出太意外的表情 同时啊早已经打听清楚了 只要说这文阵大体完好 一些局部的残缺 并不会对其施法测算 有太大的影响的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两手一掐绝 顿时一道法绝打入到了文阵当中 轰了一声 下方看了不知存在多久的文阵 狂闪了几下之后 被一下子激发而起 同时呢 祭坛上空开始出现了 五颜六色的光点 而往着祭坛之上 挽住而去 韩丽看到这儿 煤烧了一动 十指连坛更多的法觉 被一打而出 文阵轰鸣之声 越发的剧烈 渐渐的连整个的祭坛 都开始微微的震动 同时一条条柔光带 开始在附近凝聚而出 并盘旋飞而起 声势好不听人 就在这个时候 韩丽去一声低贺 手中法觉一顿 一只手掌五指一分 往地面一按而去 扑斥一声 一股轻蒙蒙的金光柱 一下子从手心当中喷出 通过文阵往整个祭坛 狂注而入 一吸入这般精纯的法力之后 祭坛传出的轰鸣之声 越发的巨大了起来 此种情形足足持续了一顿饭 韩丽往祭坛中注入的法力 几乎接近体内全部真元的四分之一 而从文阵中传出的隐隐的犀利 仍然不见停止的意思 韩丽见此 微微的吸力口良性 怪不得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种上古祭坛的存在 但是针对其感兴趣的却并没有几个 催动此祭坛所需要的法力消耗 就绝不是大成以下存在可以考虑的 当然了 若是配合一些顶级的零食 一些合体其中的法力雄厚者 也未必说不能有机会激发起祭坛一些功能 但是到时候真的能有几分效果 那就不好说了 而这种上古祭坛的功用 有大多是一些不重要的辅助类型 一些大成存在没有必要 估计也根本不会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韩丽心中想着 下方文阵突然之间一阵光芒刺眼 犀利一下子消失了 随之呢 就见文阵发出砰壁声过后 无数五颜六色的符文 从中狂奔而出 并滴滴滴一转 在祭坛上空一下子献出了一个光芒萌的巨大的圆盘出来 一圈圈和文阵中刻度相似的符号标记 几乎遍布了圆盘中的各处 但有的光芒夺目 有的却暗淡至极 哈利目睹这一切 脸上琴不自禁的流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身躯一直 手掌直接离开了扶阵 但是另一只袖子一抖 忽然一物 从中一飞而出了 这竟然是一面清蒙蒙的古镜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499回 《还人修仙传》第1499回